10月18日中午在首尔光华门举行了第14届韩亚国际短片电影节的官方记者会 演员赵正雄这次被聘请为特别评委 参与短片电影之面孔奖获奖演员的评选工作 大众们也期待在今年的短片电影中 希望有更多个性鲜明面孔被发现与发掘 另外在前不久举行的TVN有线电视台10周年颁奖礼中 赵正雄凭借韩剧《信号》中的初色演技 获得了电视剧部门的最高大奖而备受瞩目 被问到担任这次特别评委的感想赵正雄表示 当被问到评选的标准赵正雄说 当被问到评选的标准赵正雄说 维达到你的审则 对于你的审则 参与一下 在评选的标准赵正雄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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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